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很多人都跟我反映说 平常很难睡 因为失去纷扰 然后静不下来 那我觉得静心冥想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入门 首先呢 你只要安静的地方 那灯光呢 可以全暗 也可以微微的一点点光亮就好了 那最主要是 自己要远离手机 远离3C 这些产品 那你如果有送锅也很好 没有也完全没有关系 你就是让自己整个静下来 然后可以的话 把眼睛闭起来 因为闭起来就是 关闭眼耳鼻舌声音 先关起来 先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自己 放在哪里呢 放在呼吸 学习呢 简单的 吸气4秒钟 然后憋气7秒钟 然后呼气8秒钟 试试看 在三次的呼吸之后呢 你整个Cumbam下来了 那我现在就示范一次 就是吸气 眼睛闭起来 然后肩膀很放松 你要坐着 要盘腿通通都可以 然后吸气 这样算一次 做三次之后 你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果每天睡前可以做10次的话 我相信你会睡得很好 那么当你已经很习惯 很容易把自己放下来之后呢 你才学习观想 那么观想呢 就是假设你的前面呢 有一尊佛 那你也可以把眼睛闭起来 那么你观想呢 它就在你头顶的上方 不断地安抚你 不断地环绕你 它的光 把你整个人包围起来 让你有一种非常温暖 非常疗愈的感觉 然后呢 观想这个佛 是很爱你的 你可以放你的天主 你可以放你的阿门 你可以放任何 你相信的佛像 但是这只是观想 不是真的放一尊佛 在你的头上 你也可以观想 莲花生大事 你也可以观想 绿度母 最容易观想的 就是观世音菩萨 不管你观想哪一尊 你就一心一意地想 拿摩观世音菩萨加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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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你感觉你全身防光 佛就在你的正前方 不断地给你加持 满满的爱的能量 慈悲的能量 把它包围起来 这样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好的冥想的经验 这个作为入门 之后你越来越做 越来越做 你会很熟悉 而且你会很快速 进入这个状况 之后你可以想你任何 想要达成的境界 很容易美梦成真 心想事成